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一个女孩子失踪了一两天 所有的人害怕的是她有没有被分尸了 台湾曾几何时会变成这个样子 难道跟我们一再纵容杀人犯没有关系吗 而费死联盟所常常仰慕的日本 日本今天执行了死刑 而且是用绞刑 难道台湾费死的人没有任何的感悟吗 不会的 他们不会有感悟的 对很多人来讲 他们做什么事情都永远都是对的 事情的真相如何也不在乎 水果为什么叠 不重要 钱洒下去就好了 反正能够救我的选票就好 你们上来抗议的都是因为政治性啊 那废话 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啊 众人的事就是政治你懂了吗 每一个人来抗议的人当然都是政治性的 不能抗议你吗 你搞到今天这样子 台湾搞成什么样子 而今天所有的争结台湾 最后的争结 难道跟两岸没有关系吗 回到两岸问题 看清楚台湾人 你真正的本质是什么 本质是什么 大家不要忘记了 今天是7月6日 明天是7月7日 我们要忘记 也很多人不要我们忘记 日本 清华在7月7日这一天 是非常关键的 而日本人到今天 对于中国人 难道没有继续下手吗 今天跟我们一起打拳的 董哥 董志森 大家晚安 中国时报社长王峰 大家好 立法委员柯志恩 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前立法委员吴玉生 大家平安 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大家好 来看大家记得 如果年纪跟我一样大的 大家就会记得 之前已经1995年的3月20日 东京地铁的沙林毒气事件 当时造成13人死亡 6300人轻重伤 而从1995年到现在 已经23年了 日本奥姆真理教的教主 马元彰晃跟他的干部 总共7个人一起执行死刑 而且是用绞刑的方式 好 这是日本执行死刑的方式 都是一律处于绞刑 死球会被蒙上眼睛 戴上手铐 然后套上 依受刑人的身高而定的脚绳 然后五名执行官 隔字按下按钮 但只有其中一个按钮 会有作用 这是为什么 因为要降低这个执行按钮的 心中的压力 因为你可以有一个 一个闪躲的空间 觉得那个按钮不是我按的 这是日本 今天执行死刑了 那台湾有很多的人 都是言必称日本 那我们来看看 日本没有废除死刑 美国呢 美国也曾经在1967年 废除死刑 但是在1977年 也就十年之后 又恢复了 那美国目前有31个州 跟联邦政府和军队 都有死刑的法律 其余的州跟海外的领地 跟首府华盛顿特区 没有死刑 但没有死刑的地方 他最高刑期就是 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台湾现在最糟糕的是 表面上有死刑 但是法官都不判死刑 然后好不容易千方百计 这个死有余辜的死刑犯 被判了死刑以后 一百百几十年 碰上民进党执政 他又不签署死刑 又不执行死刑 然后如果很多法官 他不判死刑 他就判一个无奇徒刑 无奇徒刑字面上 好像说你就是永远 不会出来 错 他就是二十年以内 就一定就可以假释 台湾并没有一个 美国的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这样的方式 台湾怎么样做民调 都是八成以上 甚至高达九成的台湾人 希望有死刑 可是我们要的东西 永远要不到 柯委员 所以说蔡总统说 费死是一个普世的价值 我们必须要说 这是你民进党的价值 这不是台湾的价值 而且也不是台湾的共识 从刚刚之前主持人所提到的 这个东西是百分之八九十人 都还是支持死刑的 那我觉得蔡总统如果认为 费死他一向的一个政策 就像反核一样 那就请你在这个 所谓的私改会议当中 好好来讨论 可是他又不敢 却连这个职球对决 大家好好把它摊开 来讨论的一个机会 也没有 所以你就可以显示 他对于费死这件事情 虽然是个口号 但是他非常地暧昧 那我想我觉得最讽刺的就是 他当初有提到 就是说我们小灯泡 蔡阿姨不会让你白白地牺牲 可是你看 从小灯泡到现在为止 蔡阿姨到底为了他 做的哪一些的事情 他的配套 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好你要人权这么高涨的话 你对于所谓的 思觉失调症的人 你觉得他符合两宫约 应该是敦促他 不要做这样的一个判死 那你是否也给我们一个 可以让他终身监禁 这也是一种跟过去不一样的 你却什么事都不做 然后在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 你就让你这个出来面对的人 用一张比较大的一个笑脸 然后你用一个非常和缓的口气 来告诉我们你要吃药 你要好好的加油 我觉得这整件事情 对于我们台湾所讲究的公平跟正义 还有目前面对这么多 特别是身为女性 还有身为有女儿的家长来看 你会觉得让我们整个台湾 陷入一个 大家觉得走在路上 晚上走在路上都不安全的一个空间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执法的态度 而且FACE它会是一个法官 在判决的一种风向的导向 我觉得整个整体来说的话 对于我们台湾人民来说 我觉得FACE可以好好讨论 但是你的态度要明确 最重要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作为 没有办法用你的文青语言 让我们有个安居乐业的一个环境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大家 对目前整个社会治安 感到最悲哀的地方 其实在社会学上有一种叫做破窗理论 这已经是完全被证实的一件事情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你在一个社区里面 有第一扇窗子被打破 你会发现后面就会有很多窗子 就会被打破 那如果有一个人 因为恶性重大的杀人 甚至连续杀人 然后他被判处死刑 那么对社会上有没有警示作用 有没有贺阻模仿的效应 有没有贺阻那种侥幸的心理 难道没有吗 可是现在的法官 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这一次大家这么愤怒 当小灯泡一个三岁的小女童 就在大白天 在马路上 在妈妈的身边 竟然被凶途残忍地斩首 任何人有一个人性的人可以忍受吗 那种愤怒那种愤慨跟那种悲痛 可是这个法官从一审没有判死刑 判无期徒刑 我们讲过所谓无期徒刑就是你可以活着出来 然后到二审判 判一样判无期徒刑 这个审判长他所揭示的 谢敬慧他所讲的理由 多么的让人无法忍受 何怡婷认为因为工作不顺 我们昨天念过 父亲又反对他交友 所以他孤立 因为家中凌乱让他自卑 那我们每一个人家中凌乱 都要跑出去杀人吗 他不敢跟异性交往 父母也没有帮他寻找传宗接待的对象 这都是要杀人的借口吗 好 所以他知道杀人是违法 但还是判案 然后法官也认定 认定说他竟然 好像有思觉失调症 可是他明明找了台湾最权威的 台大的医生 荣总的医生 他们都一致认为说 他没有达到那个标准 他是跟正常人很接近的 结果法官又说 我来自己做医生 我认为他有 有这样子的吗 小平同志 其实那个精障 精神科鉴定是非常严谨的 你当然要听精神科的建议 因为他就不想判他死刑 我觉得风行朝野 不管好事坏事 因为蔡英文就是不要枪毙人 就是支持废词 民进党就这样走 是不是看政治的风向 这第一个 第二个我不晓得这个法官 这个庭长信不信佛教 其实我听 我也认识一些法官 他们私下讲 他们为什么 他们为什么罔顾正义 然后不枪毙人 尽量不判死刑 判无需徒刑 讲一些鬼话 什么二公约 像菲尼这些可恶的家伙 今天你敢去抗议 说要加入联合国 我随便你 可是二公约是联合国的公约 你不是会员 你干嘛又要遵守 而且联合国约是敦处 他并没有信约 他只是敦处 即使是换员也是敦处 也没有强制性 何况你还不是联合国的会员 而且他说 只要是恶性重大到极致 还是可以枪毙的 他完全曲解了 今天佛教也有怒目金刚 你法官不可以当一次 有正义感怒目金刚 该枪毙都枪毙吗 可是蔡英文很聪明 他这是一个90比10的战争 台湾价值跟国民党价值 就是要枪毙你 坏人就这么简单 以牙还牙 我的想法 我是国民党的党员 今天因为他知道 选情很低迷 所以他想做什么事 他交代邱泰山 希望能够枪毙几个人 想抢这个 想扳回这个形势 所以才丢出这个风向 才整几天引起轩然大波 我今天讲 你不要有太多政治操作 超越蓝绿 该枪毙就枪毙 看看这个法官如何养成上意 何一庭认为 王这个凶贤不顾 女童的妈妈就在身边 就杀这个儿童 就把他当成说 他难以控制 所以任何人只要说 这个被害者的妈妈 在身边去杀他 就可以免除死刑吗 反而是变成这样吗 法官也知道说 他自卑退缩 然后他将来还会再犯的 可能性极高 还是要让他出来 预生委员 我们拿这个政府没有办法吗 我们要不到一个社会的公平证 要不到我们要的法律吗 我当在立法院的时候 当时的法务部长王清风 马英九 2008当时的时候 第一任的法务部长 他是佛教徒 他坚持不执行死刑 后来我们就要求他下台 后来他也下台了 所以在王清风下台之后 从郑永夫到罗云雪 该执行就执行 郑洁杀人案2014年 他只经过两年七个月的审判 就执行了死刑 人心大快 可是各位你看 民进党时代 在陈水扁时代 从施贸林当法务部长 他就不执行死刑 然后到了蔡英文这两年来 又化如影随形的 反正民进党是一个很闹 很虚伪 我觉得他是一个 很虚伪的一个政党 基本上他是不执行死刑 可是你看这几年来 你看这几年来 台南的汤姆雄 随地杀人事件 一直到郑洁杀人案 一直到北投文化国小 不要忘了 还有一个女童被割喉 在小冬炮之前 前一年还有 文化国小 对 所以今天我们看 日本奥姆森林教这个事件 基本上会判死刑 都是因为随机杀人 造成社会恐慌 影响社会重大 求其生而不可得 所以判死刑一个标准 就是求其生而不可得 两公约在立法院入法的时候 我们在立法院的时候 我们他共同的共识 跟民进党共同减证就是说 他没有说不能判处死刑 他没有说 他只有说在什么情况之下 所以你只是尽量减少死刑的使用 这观念我们同意的 但是我请问各位 今天民进党在执政 这两年多以来 他又不执行死刑 然后邱代山本身 对社会的解释是什么 没有 蔡英文有没有跟社会沟通 没有 赖清德行政院长 或前面的林权院长 有没有跟社会沟通 没有 所以完全没有的情况之下 所以当年我们就逼 当时的行政院长吴敦礼 在吴敦礼行政院长承诺之下 最后王清风去职 所以今天已经跟男女无关 也不要说哪个政党意识形态怎么样 你今天 你民党如果真的要废死的话 你有本事你就出来提废死的法案 你有本事就提公投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又不敢执行死刑 那你到底要这个社会怎么办 所以所有的坏人 所以当年我们为什么 去要求王清风下台 因为当时台湾黑社会 就流行一个口诀说 没事 为了拼的搞马英雅 死刑都没截刑 所以假惯一年 假惯一年出来没办法 当一个社会的黑帮分子 这样做的时候 我请问你情何以看 好人的人权在哪里 社会的公益在哪里 社会的价值在哪里 你去问问看 死刑有没有贺阻的作用 其实问问看犯罪者就知道了 问问看黑道就知道 怎么会没有呢 但是問問看當官的人 他坐這個位置 滋味如何 問問林聰賢可能就知道了 當鳳梨農到台北來抗議 說我們鳳梨駕崩碟的時候 他說你抗議什麼 你是價錢太好來抗嗎 你們背後有政治力 廢話 你民黨在野的時候 哪一場抗議你沒有站在後面 那你政黨不就是幫助人民 來對執政的人抗議嗎 講了什麼廢話 林聰賢 攝影很久 林聰賢他是不是一個農務專家 一點都不是 他從頭到尾就是一個政治咖 但是人家打到天下就要坐位置 他馬上預告 火龍果會下一個生產過程的犧牲品 7月3號 7月4號民黨中常會 我們的蔡總統說 行政院可以先告訴我們下一次 會是什麼東西要疊嗎 哪個水果嗎 好讓農糧署能趕快預防嗎 表面上是關心瞑目 但實際上是有一疊疊蠢 因為你等於預告了什麼會疊 果然民黨中常委 一口同聲大聲喊說 火龍果 馬上立刻7月5號就疊給你看 董哥就告訴我們了 當天一天就疊掉兩成 全台火龍果耕種面積2894公頃 比去年增加4% 注意 只增加4% 產量也只比去年增加8% 好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去年火龍果的價錢好不好 非常好 為什麼 去年 只比去年增加4% 產量只增加8% 那你稍微調節一下 不就跟去年一樣 去年為什麼賣那麼貴 為什麼今年價錢崩掉了 崩掉 崩到什麼程度 崩到車城的果農 說我根本採收要運輸費 手續費還要雇工採 日薪1300元 不敷成果 我乾脆棄收通通給猴子吃好了 猴子愛吃火龍果 為什麼 因為今年台灣內需的購買力 比去年還要慘很多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兩岸關係 也比去年糟糕很多 所以大陸雖然有買 但是買的少了 大陸買的少 台灣今年軍公教 一粒一休 所以大家都緊縮消費 這種不是一定要 我可能過去吃100塊 我現在可能花50塊60塊 所以全部的量全部都下降 下降個20% 然後你增加8% 就來回就是28%了 董哥 可是這樣子 民黨根本不在乎 他覺得 我就給你一點錢收購就好了 是啊 民黨當然他一定會用錢 來做防堵的政策 所以崇玄說火龍果是下一個 生產購算的犧牲品 英文說 火龍果 阿姨不會讓你白白犧牲 你看這是原來出 是不是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其實民黨他是無薄 然後蔡英文在中常會 他說那你有這些措施你為什麼不做 你不是有三支劍嗎 然後就開始痛罵龍娘署了 民進黨已經執政25個月了 今天我們談到死刑 他講了說我們沒有廢遲 我們還在照那個程序在進行 25個多月了 你如果沒有執行的話 那表示你是不做的 不用用這種話術來騙老百姓 等一等 董哥你說 這個法務部次長陳明堂說 我們沒有改變 我們沒有說要廢除死刑 也沒有說不執行死刑 只是對於執行死刑 是採取慎重的態度 所以執行與否 沒有確定特殊的時間表 這你可以接受嗎 當然國務人都沒辦法接受 不只我 因為你根本就是不執行 隨他高興就對了 是 隨他高興嘛 但是他現在就是不執行啊 所以剛剛醫生提到了 湯姆龍那個案子 那個人是把一個 10歲的藍童 把他騙到廁所 然後也沒有目的 就把他割活了 然後法官問他 你為什麼要殺人 他說在台灣 殺兩個人都不會判死刑 結果他判無期徒刑 果然 果然判無期徒刑 你今天看到台灣社會 很多他是有因果的 特殊家把一個這麼好 他身上一個最好的武器 就是顛山倒四 所以說你看他當初講出說 我當初為了兩岸的部分 提出盜竊 馬上跌了15% 他今天又在講 我是嘴巴講一講 他是要怎麼樣 其實他的票太多嗎 所以你就必須要知道 今天在台北市 在新北市 你若要獲得很多選民的青睞 大家要的是一個 穩定和平的發展 你可以看到譬如說這幾天 新聞最熱門是哪裡 新聞最熱門 鳳梨龍來抗議 可是我們看到了 台東可以把鳳梨500對銷到大陸 對不對 而且價錢很好 價錢很好 25塊 他在台東是8塊 他可以賣到25塊 你今天看到台東又怎麼樣 好像都在熱氣球在升空對不對 每個電視台都報導了 這個人叫黃建廷 他是國民黨的縣長 他為什麼做得到 你再回想三年前 蔡英文也到台東 到北南鄉 有一個火龍果的果龍 出來挺他 說那我們挺民進黨 可是我們擔心 我們水果消不出去 蔡英文說不用怕 這個人叫江鴻木 不用怕 我維持現狀 那邊沒有問題 水果消大陸沒有問題 是 結果520他就職那一天 那隻火龍果開花 他們說你看 急躁 不得了 那現在呢 現在碰到情況是怎麼樣 我講的這三件事情 都是台東 一個比較偏遠的地方 可是他一個小小的現場 可以做得到 你一個這麼大的總統 什麼都做不到 你就是空口白話 然後對台東的火龍果龍 說我維持現狀沒有問題 現在有問題 現在有問題你再來講說 下一個該誰 被你點名人不是倒楣嗎 所以你今天看到 這個政府不撇步 他就是懂得選舉 很會選舉 可是治狗都沒有辦法 你就看到水果就一樣接一樣 然後完全政府是沒責 最後就是你剛剛錢都提到了 他就是拿錢來補貼 來買 來收購 就這樣而已嘛 選舉不撇步 選舉沒有師傅 拿錢來就有了 難道錢加上嘴巴 就是台灣選舉必贏的嗎 我們來看看 前面費子 費子因為米娜的核心支持者 他有一塊 他就強烈要求費子 所以那個也是他們的神主牌 然後第二個水果 你真正要對台灣的水果好 你兩岸關係 台灣的經濟 還有你要用任用專業的人 你都不要啊 那水果家庭當然就崩給你看 崩了以後錢拿出來就好了 那我就長一個嘴巴 東媽媽 西媽媽 我們來看有兩個人 就是很會選舉 講話很漂亮 長了一個嘴巴的人 柯P他自己說 他說兩岸一家親 他有新的解釋 7月6日 台北市政府 他舉辦一個模擬市政會議 這個標準 標標準準 討好年輕人的一個活動 讓年輕人覺得 我好像是台北市政府的高級官員 我可以跟柯P一起參加 他的市政會議 所以大學生提問 提問犀利 問了很多很多很多 其中有一個就問了 兩岸一家親 然後柯文哲還表演說 他學校是什麼科系的 人家說是傳播 他說果然是一隻小鯊魚 這個就是嘴皮子 可是他嘴皮子厲害的是什麼 這個學生提問 兩岸一家親是什麼 但是蘇貞昌說 大陸有幾千枚的飛彈 對著台灣還談得上親嗎 柯文哲怎麼定義 兩岸一家親 他說親就是嘴巴親而已 我的意思是說 你喜歡聽什麼 我就講給你聽 但是台灣還是要增強國防 要先有自保能力 請問這什麼意思 是說大陸你想聽 兩岸一家親 我就講給你聽 就嘴巴講講而已 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是翻雲覆雨的柯文哲 立場角色變幻莫測的柯文哲 另外一個是堅定的 另外一個台獨的務實工作者 蘇貞昌 他在前一天在7月2號 民黨他的舉行競選辦公室 對外的開幕查序裡面 他吐槽了柯文哲兩岸一家親 他說全世界對台灣最不友善 甚至飛彈一千多顆瞄準的就是中國 中國最不友善是中國 還有飛彈一千多顆 所以中國對台灣並不親 所以所謂的一家親一家人 如果講的人有這種信念 也要看看事實上 中國官方是怎麼對待台灣 如果武力對台灣 飛彈瞄準台灣 國際空間鎖著台灣 還有什麼親 大家要看清楚 王峰社長 有一位中山科學院的 一個非常資深的科學家 曾經跟我講 現在全世界200多個國家 大概每一個國家的主要城市 它的上空大概都有四顆原子彈 換句話說 因為全球美俄中法英國 這些國家的原子彈加種起來 大概每一個城市 世界上每一個百萬級人口以上的城市 包括台北市一樣 頭頂都有四顆原子彈 所以我認為蘇貞昌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他連數字都搞不清楚 他連數字都沒有update 大概前一個禮拜 最新的數字是大陸的原子彈 彈頭 據估計大概有3600枚 所以他就少了2600枚 所以我認為這些政治人物 政客我覺得他們真的是不長進 再來講這個柯文哲 柯文哲我認為大家看一下 那個圖板上面 柯文哲在摸頭對不對 這從心理學上來說的話 是典型的一個天人交戰 就到底要說真話呢 還是要說假話呢 但是他說了真話 親是嘴巴親而已啊 換句話說我這個是一個話術 是個騙人的玩意兒 就是說我去講兩岸一家親 是為了騙人嘛 那再來就是說 逼得他 針對兩岸一家親道歉的那一個 主張台灣價值的蔡英文 那個台灣價值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最近綠系的就是綠營的一個媒體 電子媒體做了一個調查 哪一位總統最堅持台灣價值 結果第一名是蔣經國 蔡英文反而電後 這不是非常諷刺嗎 好我再來講 剛剛講到水果 不管是火龍果也好 荔枝也好 我們記不記得前一個月 蔡英文呢跟他的秘書長 兩個人在臉書直播 大膽荔枝玉盒包 那我們就看 這就是台灣價值嗎 當台灣的老百姓 當台灣的果農心裡在糖血 他辛辛苦種的荔枝 辛辛苦種的鳳梨 火龍果香蕉 價格那麼低 可是他穿得那麼漂亮 然後光鮮亮麗 還化了妝 再吃玉盒包 他們就會回憶起30年前40年前 那一個穿著夾克 一直在奔波於台灣的農村 在跟農民握手 在跟工人張希希的手握手 走在泥巴地上問候 關切台灣的底層民眾的 那樣的一個形象 可是那樣的一個形象的人 他從來不會說我愛台灣 他從來也不會說我堅持台灣價值 我告訴各位 愛台灣堅持台灣價值 基本上是要去落實 是要去實踐 而不是掛在嘴巴上講 我還要講廢除死刑 當時有個老兵叫李斯科 李斯科他半夜裡面去搶了一把槍 同時把那個警察打死 打死之後去搶銀行 搶銀行之後第52天 蔣經國下令槍斃 當然你會說那個是一個威權時代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聖經裡面有一句話 公益使邦國高舉 公益使邦國高舉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是非分明 黑白分明 世界整個社會有公理 有正義 這個時候社會就不亂 這個時候社會就會進步 國家就會往前進 台灣價值裡面包不包括 是非分明 善惡有報呢 難道我們不要這樣的價值嗎 可是他們認為的台灣價值是什麼 蘇貞昌回答 我一輩子為台灣價值而努力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民主自由照顧民生 我會繼續為此而努力 那現在台灣人的日子過成這樣子 你有沒有在努力 關於飛彈呢 2015年11月7日 馬席會的時候 馬英九轉述 他說他有向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提起台灣人民關切的 對台飛彈部署的問題 而習近平說 飛彈不是針對台灣人民 這什麼意思呢 你看看今年4月12日 大陸國防部 他講到台海海域進行 時代的軍事演習 是針對賴清德等人的台獨分裂 軍艦 軍機繞台 都是針對島內的台獨分裂勢力 而不是針對台灣人 他們講得很清楚 他們的這個台灣價值跟政客的價值 到底對台灣人民的生活有什麼樣子的影響 民進黨永遠會告訴你 你看他們非但對著我們 他們對我們如此的不友善 對我們國際空間如何的打壓 所以他們跟我們不親 可是真正的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就是因為你們往台獨的倒下去 所以我們還做這樣的一個抵制 所以倒哪個是因 哪個是果 我覺得你要談台灣價值 先把因果關係 先把它理定清楚 那我這邊要特別提到 柯文哲 你今天為什麼可以獲得這麼多選民的青睞 那是因為大家認為你是一個無色 然後你對於兩岸的關係 你還能夠提出一個 特別是對台北市民來說 在整個經濟結構的層次上來說 你不忘土豆 你不忘毒去靠近 你反而提出兩岸之間有一個和平的關係 所以這是你一個制勝最大的一個原因 就像姚文哲623他所辦的那一場 那一場的造勢晚會 為什麼大家認為那是個最糟糕的晚會 因為他把整個層次提高到統獨 而且不斷的宣揚這個獨 台北市民他要的是一個經濟結構 他要的是跟兩岸和平的一個關係 結果柯文哲把一個這麼好 他身上一個最好的武器 就是顛山倒四 所以說你看他當初講出說 我當初為了兩岸的部分提出盜竊 馬上跌了15% 他今天又在講 我是嘴巴講一講 他是要怎麼樣 嫌他的票太多嗎 所以你就必須要知道 今天在台北市 在新北市 你如果要獲得很多選民的青睞 大家要的是一個穩定和平的發展 經濟比什麼都重要 如果這候選人 沒有辦法認清這個事實 不斷在讀的層面上去做文章的話 我覺得他們真的勢必會受到 非常大的一個代價 大家都在處理兩岸的關係 民進黨處理兩岸關係是說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而中國是一個對台灣最不友善的國家 好 清楚了 他是敵國 這樣的關係 這樣的關係大陸當然非但就要瞄準你 因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是兩岸政府的共識 也是我們兩岸人民的共識 大陸人民要的是什麼呢 這是一個大陸的網友 透過朋友轉達給我 這朋友是王峰社長 轉達給我的 他說我希望兩岸的人民能夠更友善 而台灣呢 要知道說大陸的人民要的不是你們 為了經濟利益而表現出來的假猩猩友善 而是民族感情 同胞感情的真友善 我愛台灣也愛你們 台灣人 愛你 媽媽大 OK 大陸人要的是台灣人 把他當成同胞 而這兩個人 一個表現出來是真小人 你就敵國 柯文哲表現出來是 你愛聽什麼 我就講什麼給你聽 然後我走過來就說 我剛剛是騙他的 他要聽什麼我就講給他聽 你覺得這對兩岸好嗎 民進黨搞了20年的去中國話 以登輝12年加阿扁8年 馬英九應該大大的把他 撥亂反正回到 就是要抵抗 他沒有做 他沒有繼續加害 可是他沒有做 這是他被罵的地方 今天建構一個 有人提中國國民黨說中國拿掉 中國拿掉你給人家選什麼 你中國拿了你變成國民黨 沒有中國的血緣兩岸一家親 跟發自內心的親近感 那別人是民進黨台獨 你用中國拿掉 你用這樣的情況跟人家對抗 沒有中國的武器對抗台灣 是不會贏的 你聽到我的大概念 這第一件事 第二呢 我常常覺得很可怕 蔡英文終於改口了 1999年兩國論的作者是蔡英文 她是這次的斷交等事件 他就講中國 中國 中國 狼狼散口 這是兩國論 更厲害的叫做蘇貞昌 跟台獨的務實工作者叫做賴清德 他蘇貞昌說什麼 支持台獨請投他 新北市 反對都請投侯友宜 就這麼簡單 大家來一個統獨大戰 有什麼關係 他也要統獨大戰 他要統獨大戰 我們就來統獨 台灣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是不是台灣共和國 地球上沒有這個東西 對 然後這個是曾小仁 主持人講的 我講偉君子 他說柯文哲騙我們國民黨的票 在你的節目拜託 我幫丁丁丁拉個票 以正式親 請投丁丁 不要投老柯 不要投柯P 為什麼 他說等下A家親 這嘴巴親 你這樣講的話 那你是不是倒過來講 那你是不是難道你要跟民進黨 親嘴巴嗎 大家玩落口令 所以直接票就弄得清清楚楚 他現在還有23%的票 國民黨支持者 是投給柯文哲在民調上 拿回來的話 丁丁才能確保獲勝 我們國民黨的命運 台北市長的選舉 跟2020中央執政息息相關 新北穩 台中穩 台北現在要贏 希望丁丁 贏的話 總統就拿回來管 那誰選 重點是 這些泛藍的票被裂解是不容易贏 所以拜託 他講這個話 我們就打蛇垂棍上 偉君子講這個話 可疲 所以這些票拜託 兩岸一家親的票 他是假的 我們是真的 我們真心希望兩岸好的 請投定手中 余思維 柯文哲講那個話是臉笑的 蘇仁昌講那個話是騙笑的 民進黨在台灣有個特質 民進黨喊著越想那口號 越是民進黨做不到的 譬如說他喊台灣價值 他自己做不到 譬如說他喊非核價員 他自己做亂七八糟 譬如說他喊台灣獨立 台灣人出頭天 他自己都做不到 連公投都不敢 連立法都不敢 所以像這種情況之下 但是我覺得 柯文哲很壞的一點 到目前為止他還在騙藍軍 騙得還有點票 有 有騙到 我請問你 他說兩岸一家親 只是嘴上講講 如果今天這個話是習近平講的 你覺得台灣人會覺得怎麼樣 你覺得如果習近平說 兩岸一家親 只是我們大陸 我們對付台灣 嘴巴講一講 客套話 客套話 請問你台灣人感覺會怎麼樣 將心比心 就崩潰 所以柯文哲這個人本質上 我認為他還是綠的 我認為他還是默綠的 他今天是要騙選票 可是他要討好民進黨 所以最近他罵 他為什麼用台北市的公務局局長 來打文化大學大群管事件 來打何友宜 要給民進黨個交代 要騙綠的選票 然後讓藍的覺得說 他在救世律師 打完文化大學 才跟何友宜講說 你如果直接自己租給學生 也是可以的 也是合法的 所以我覺得 從不管是柯文哲 或者蘇仁昌 基本上都是欺騙選票的行為 都是選舉操作的一個行為 這樣的一個做法 基本上都是在超短程 根本對整個台灣的大志大會 沒有任何的幫助 講到這個地方 我講個題外話 是剛剛的題目 我記得董哥這個人一輩子 沒有跟他求過關 他跟馬英九求過 當時我們當笑話在講 可是真的 董哥我給你證實一下 我作勝 他說馬英九只要讓他發布 他當法務部長一天 他槍斃掉當時 如果沒有記錯董哥 當時好像46個死刑犯 現在43個 他說我一天真的把他槍斃完 我都解職 我都下台 連薪水都不用理 對 馬英九不敢 那我請問你 民進黨你敢不敢 蔡英文你敢不敢 你敢不敢任命一個敢 執行死刑犯的人 當法務部長一天24小時 來執行這個公益 你敢不敢 董哥繼續報名中 他不用24小時 他只要上班三個小時 他簽完以後他走 不用付他薪水 董哥在這裡 那可是台灣價值是不是追求和平善良 可是當我們回顧我們自己國家的歷史 中國這近兩百年來怎麼樣的國難 怎麼樣被列國的侵略 而達到侵略的高峰就是日本的侵華 我們真的忘了嗎 台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50年 我們是怎麼樣被日本人欺負 我們真的忘了嗎 明天就是7月7日 盧溝橋那一天當駐華的日軍 其實不是駐華 叫做戰華 那個時候整個東北已經被日本佔領 然後他在這個東北已經是日本佔領之後 他就往這邊走 他就要開始正式要開始侵華了 注意就是在1937年7月7日 為什麼這個時候他要開始 往北平往天津這邊打下來 他要開始對整個中國進行侵略 因為那個時候中華民國定都南京 有黃金的十年 開始有這十年沒有很大的戰亂 可以好好的建設 日本人想我還給你十年 我再給你十年我打不動你 趁你現在還很弱 你就是打不過我 所以這個時候找了一個藉口說 有一個日本的士兵失蹤了 是不是走進了北平裡面 西南的晚平縣縣城 你們開城門我進去搜 什麼跟什麼 我開城門讓你來搜一個士兵 可是那個時候守軍所有的軍人 整個中華民國政府都知道 我們打不過日本人 當時所有的將領都講 其實我們什麼時候 北平天津會失守 就是看日本 日本他什麼時候打 我們就什麼時候失守 你知道講這個話多麼的痛苦 可是我們的國家的國力 就是沒有辦法 所以他搜查了炮轟盧鉤橋 盧鉤橋上面的獅子 盧鉤小月盧鉤橋 向城內的中國的守軍進攻 進攻當然就贏了 贏了就打敗了 天津北平立刻失守 平津作戰七月到八月初 大家看一下這個照片 這是北平的 當時叫北平現在是北京 正陽橋 然後這個日軍拿著太陽旗 然後進去 沒有抵抗 我看到這張照片 我真的眼淚會掉下來 我們國家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 就這樣進去 然後當時的美國人 美國這個國家 他有幫我們要打日本 當然沒有 他還賣了很多物資給日本 可是當時在北平的美國市民 也是很害怕 紛紛湧入領事館 當時駐北平的是領事 大使館都在南京 可憐的國家 我們國家多可憐 我們抗戰了八年 八年 軍民 軍開始打了以後 我們從南京就遷都到重慶 然後南邊有一個汪 汪精衛的偽政權 北邊有一個撫移的滿洲國 而中國就在即將亡國的時候 可是我們終於挺下去 日本的軍隊它是有步驟的 它等於說東北 台灣這些東西 它是一步一步 假如戰爭拿台灣 然後東北先賣給 賣回去給你 但拿到現金 所以它所有東西 它是有步驟就是 驚吞蠶食 然後看準了機會 那時候中國是慢慢要起來了 就剛剛你講的南京 其實那時候整個 其他地方也慢慢 新生羅運動 中國人很多想法 跟那個步驟都在拋整 讓整個國家更強 那日本當然是不能接受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日本它的接受 就是先從這裡來 那時候中國是慢慢要起來了 就剛剛你講的南京 其實那時候整個 其他地方也慢慢 新生羅運動 中國人很多想法 跟那個步驟都在調整 讓整個國家更強 那日本當然是不能接受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日本它的接受 就是先從這裡來 那整個中國它如果吃下來的話 其實還沒有吃下來的話 它就已經去偷襲美國珍珠港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那種親愛的用意 但是今天作為一個台灣人 作為一個中國人 其實它是一體的 我們今天看到了 大家有這種雄心 大致 可是有沒有人對日本那時候的反思 沒有啊 日本到今天對於二次大戰侵略中國 對於未安撫 對於南京大屠殺 不承認 不道歉到今天 我們再來回顧 7月17日的時候 當時的蔣委員長蔣中正 在江西的廬山發表廬山聲明 他說這是最後關頭的演說 他說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 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那時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 求我們最後的生力 臨到最後關頭 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 以救國家生存 最後關頭一到 我們只有犧牲到底 抗戰到底 因為之前很多人都會批評 蔣中正不抗日 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整個中國的國力 根本經不起一級 而日到底 我們對日本的抗日 並不是從1937年開始 因為之前已經有918事變 好 那我們抗日一直抗日 抗日到1939年 9月1日 德國入侵波蘭 歐洲引發 才叫做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這個之前 全世界就在旁邊 慢慢的笑著看 你日本打中國 有沒有人來幫中國一個忙 不要說今天中美貿易大戰 當時中國被打得這麼慘 死這麼多人 國土被剝奪被侵略 有人講過一句話嗎 再來 1941年12月8日 日軍偷襲珍珠港 美國才向日本宣戰 在此之前 美國還賣石油 賣鋼鐵賣給日本 把美國的物資給日本 不然日本有那麼多物資 可以打中國嗎 什麼叫做國家弱 叫被人欺 王峰大哥 我們台灣人真的看不懂嗎 今天還把美國跟日本當成什麼 覺得非常可憐的 也是非常可悲的就是說 明明台灣是殖民主義時代的 一個被害者 一個犧牲者 台灣被殖民的歷史 至少有60萬台灣人民 在這一個50年的歷程當中 被屠殺 不管是這個原住民也好 漢人也好 客家人也好 60多萬的台灣人民被屠殺 可是今天我們竟然感恩戴德 那個感恩戴德就是 清德先生 清德先生去祭拜八田雲 我們如果翻開 50年台灣被殖民的歷史 至少有60萬台灣人民 在這一個50年的歷程當中 被屠殺 不管是這個原住民也好 漢人也好 客家人也好 60多萬的台灣人民被屠殺 可是今天我們竟然感恩戴德 那個感恩戴德就是 清德先生 清德先生去祭拜八田羽衣 八田羽衣被愛國人士砍了 銅像砍了頭 他還去把他復原 還寫信給八田羽衣的後人說 抱歉我們一定會幫你修復 然後當我們的火龍果低價的時候 當我們的鳳梨低價的時候 我們說是不是可以運到大陸 是不是可以運到其他的國家 我們的謝長廷先生在哪裡 我們的所謂的駐日大使 號稱名片上印的駐日大使 那一位謝先生 他之前在推銷說 我們應該開放日本的這個河石 那一位先生在哪裡呢 不見了 消失了 想到七七台灣人 你真的不要忘記 我們是中國人 在日據時代五十年 我們不可以以為那樣子 當時我們是日本人 日本打中國剛剛好而已 那叫做任賊做父 一生兄 如果沒有中國大陸 國民政府的對日抗戰 七年八年成功 台灣孝仙的還是日本殖民地 如果沒有國民黨 能夠帶領戰守住台灣